那時候已經交往之後 在朋友的聚會 然後Hebe Ella他們還就是 我們有一次聚餐 然後他們就開賭局 說你們戀情抗日 然後就大家嚇 你們都寫好自己的日子情 然後一注一千喔 最後就是通通都是我的 通通都是我的 Lina男友直求告白 姐姐我喜歡你 Hebe Ella賭戀情被通殺 今天是就是開工的第一天 對我來講就是壓力蠻大 大概三天前就開始有一點 呈現一種緊密的狀態 Hella Selena出席電影頭期宣傳 暫時仍愛小七歲男友之後手持露臉 就是你會邀請男朋友 女孩他們在問你 怎麼可以邀請他來看 有誠意就是要包場對不對 要包了嗎 包了啦 那之前就是有時候比較顧慮自己的一片 他就 他就愛到了 從哪裡 就 我不知道我覺得現在 我覺得嘗試各種不同的事物 是我這幾年好像 就是都蠻勇敢在做的事情 所以既然都勇敢的拍攝鬼片 那為什麼不能勇敢的 嘗試一次解釋 他要做什麼讓你特別興奮 當然你倒是在意拍攝 你們我今天講完 你們以後訪問是不是都不來了 對啊 還是會嗎 好 其實我在拍攝的 這部電影的期間 就是他有讓我感受到他的誠意 像我在拍片之前 其實很多人都會幫我們求那個護身符 然後他也是很用心的跑去城隍廟 然後幫我求了一個 拍攝的時候也就是 時不時會來談判 因為你有懷孰 女主角怎麼常消失一段時間 沒有 因為我們拍片的地方 也不是那麼近的地方 就覺得然後又都散盡半夜 就覺得 欸 是要感動天啊 你這樣講好嗎 他媽媽會生氣 沒有 就覺得說他這樣的用心 讓我很感動 他算是比較直球型的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出去玩的時候 然後 他就是 在我很開心的時候就跟我說 姐姐我喜歡你 然後我就 我就立刻跑回去我那桌的 跟整桌人講說 欸 他真的喜歡我 我覺得這種女生蠻討厭的 我也覺得他怎麼還可以如此堅持 那時候覺得這件事情蠻好笑的 就是有一點荒謬 就是怎麼會 你怎麼敢 你怎麼敢 就告白說 你們關鍵的狀態大飯 不會欸 因為我那天有點喝多 第二天忘了 之前我們可能跟朋友一起出去的時候 因為我大部分私下的聚會 也不太會有多精心的大飯 然後我就是覺得 欸那樣的狀態 你還可以說喜歡我 哇那真的是蠻喜歡的齁 那時候已經 已經交往之後 在朋友的聚會 然後 Hebella他們還就是 我們有一次聚餐 然後他們就開賭局 說你們戀情 啪康日 然後就大家嚇 你們都寫好自己的日子情 然後一注一千喔 最後就是通通都是我 通通都是我 通通都是我 那你一注賭折 你當天拿了多少 六千 六千 喔喔喔喔喔喔 如果在剛開始 談戀愛熱戀期的時候 你不甜蜜 你要什麼都甜蜜嗎 所以其實我也就 也沒有在遮掩什麼 可是你們現在是這麼多嗎 不告訴你 不是半年 不是半年 那我們來猜 我們也來看 我們差不多 差不多吧 幾個都拿了 差不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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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